去年9月8地震重创花莲南区 其中玉里赤柯山以及复里六十淡山的产业道路多促崩塌 在地居民生活受到影响 抢收工程至今已经过了半年 目前仍在着手处理 4月17号县长徐政委以及立委傅昆奇 邀请工程会、农委会、公路总局等中央单位前往会刊 工程会主委吴泽成表示 迫切需要的就是赶快把农路重复修建完成 中央一定会大力支持配合 去年2022年9月18号地震重创花莲南区 其中玉里赤柯山以及复里六十十山产业道路多处崩塌 在地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抢收工程已经过了半年 目前进度也都在着手处理 4月17号县长徐政委以及立委傅昆及广邀工程会 农委会、水土保持局、公路总局第四区工程处等中央单位 前往会刊玉里赤柯山以及复里的六十十山产业道路 立委与县长也督促济师不只要修复重建 而是要提升整条路的安全性 现在我们把这个整个道路 六十丹山这跟赤柯山的整个道路的 这个农路道路的提升 等级的提升 我想今天才是主委来最主要的目的 不要还是一般农路 要怎么把这个把它提升 现在是稍微稳定一点 因为没有雨 但是如果真的下雨强降雨或者是又地震 那其实土石又松滑下又垮下来 所以一次到位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是这一条路不只是农路 更是人民的活路 是活路 所以这个部分请我们主委多重视 工程会主委吴泽成表示 迫切需要的就是赶紧把农路重建修复完成 中央一定会大力支持以及配合 你的构造要考虑到它的实地的地盘的 这个一个需要性 适当性 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水要上边坡 下边坡 道路的水要截掉 不要让它 如果有在奥地的话 你要把它截到这个下雨去 不要让它在那边冲 这几个特别要注意一下 我说费用不是问题的 吴泽成在最后的时候还不忘 丁宁济师以及农委会 一定要把所有的修复可能性 存在的危险性都要考虑到 拿出专业将两大金针山的道路 能够重新整理 给民众安全的道路 记者高双双玉政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